今天拍一條不是你的Chanel Haul 在開始之前記得Like這個影片 首先我講一下我現在新穿這一件新衣服 其實是Chanel最新款的 是一個冷衣服 是凹下去的 完全沒有扭 也有推出一個外套的款式 但那個非常over size 起初我想要多一點 因為始終覺得外套的時候 會穿得比較多 比起這些衣服 起初沒打算買的 但後來這個很紅 一出售就賣光斷了 所以看他這麼紅 而且是幾classic Signature CC 還有寫了一些數字 很Chanel的款式 而且它是類似Tweed的質地 這裡是深藍色 再配一個米白色 起初我沒打算買原因 是因為我對深藍色一般 我比較喜歡黑色 但很多時候Chanel出的衣服 都是一個很深很深的藍色 而且接近黑色 所以後來看他這麼紅 買了這個 是一個V領 有一個很大的CC在這裡 後面 可能我再補一些鏡頭 因為現在穿著 很難讓你們看到 這個尺寸 我記得是34號 Chanel最小的尺寸 其實真的適合身 肩膀位 接著來也是一件衣服 因為一開始已經說了衣服 順便說了這一件 其實已經拿去乾洗 所以有個衣架 是一件 有CC的logo 是一個直鑒淺粉紅色 再拼一個白色 它現在拆了絲帶 應該是一個蝴蝶可以綁 我補照片上新圖之後是怎樣 而且它旁邊這裡 也是可以索索的 綁一個蝴蝶結 總共有四個位置 兩個手袖位 還有三尾這個位置 是一個很公主很女生的一款衣服 一看到這件衣服超級喜歡 而且它的尺寸我記得也是 34號 而且在美國的Chanel 如果那個衣服不適合尺寸 其實可以去改 在Chanel的專門店 免費任改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這個服務 而整件衣服 其實真的只有這個CC的logo 在正面 而後面是 直接的 比較普通一點 而且這個是Cruise Collection 所以比較夏天 去度假 接下來說包包 最後說鞋 首先說這個 這個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這個是Chanel送給我的 他們的專門店 可能我是一個長期粉絲 然後是中十粉絲 所以他們送了一個包包給我 超開心 沒想過會收到包包做禮物 然後我放回去原裝 是這樣的 有個盒子 而且我的SA寶儀寫了一張卡片給我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看 但不打開裡面 外面就是這樣 是一些Chanel香水瓶 它是最有名的 每一個都不同 有些是Bling Bling 有些Tree 那些很特別 可以這樣打開 其實我已經用了 這裡大部份的產品 因為已經忍不住用 而且想在一起 一次過拍片 就是一個這樣 黑色布袋 入住小小的 猜不猜到呢 是一個黑色再配金色的chain 就是這個小小的 圓古裸的包包 其實我也蠻喜歡 Chanel圓古裸這個款 其實我對圓古裸的包包 是一般的 我比較喜歡方形 但最近 回看我上幾次的Chanel Haul 都有買入圓古裸的包包 這個是Chanel選給我的 我不肯定是寶儀選給我的 Chanel限定要編我送這個 我就不太肯定 但這個是Lam skin 這個說真的 如果我自己 真的不會買 因為你們也知道 看我Chanel Haul影片的朋友 我很喜歡他們的Caviar 因為比較 Lam skin比較delicate 而且要Baby 我也有Lam skin的包包 但我比較喜歡Caviar 但這一款的Lam skin 很軟熟 而且它不容易刮花 而且如果想買Lam skin的朋友 我建議買黑色 如果是很淺色的Lam skin 很容易遮蓋到 這個是超級漂亮 它完全是用金色的 而且是一個Rusty的金 不是閃亮亮的金 它這裡上面 也有一些 配 一個灰黑色的釘 那些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而且不要看人仔細細 其實它也安裝到很多東西 有時候可能 去街的時候 也不想背這麼大的包包 就可以用這個 黑色的裡面 它有兩個暗格 但暗格方面沒有拉鍊 兩邊都有 可以放一些credit card ID 那些 如果我帶這款包包出去 我不用卡住 我直接放在旁邊 它本身的暗格 再可以裝潤唇膏 一些有色的潤唇膏 還有車士 任何東西 都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個 而且它的帶子 不能調校 一個長度 多謝Chanel和寶兒 送了這個Chanel給我 超級開心 我們說下一款 也是一個小的盒 就是這樣的 一起打開 這個 用黑色布袋 左進去 就是這一款 這是一個迷你 Vanity Case 款 它有出到圓形 我記得我上了一段影片 已經unbox了 真的是這個款 但就是這個顏色 我補一幅相在這裡 這個是他們的方形版 它這個TAN穿配黑色 其實是一個很Chanel的顏色 所以我買了它方形 起初我打算 我已經有他們的Vanity Case 還有原古綠那個 好不好買這個呢 後來他們價錢方面 不是太貴 所以我買了這個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 長春長興的款 它也是一樣 而且這個 它有這個位置 是肩膀的位置 不是整條 都是一個Chanel 而且是一個金色 也是有點沙沙的 不是太shiny那款 來近鏡正面 側邊 還有後面 這個我其實已經帶了出去 裝的容量方面 其實跟它原型這個 其實真的差不多 但是一件事 因為它是長方形的關係 所以可以放到Card Holder 一打開是兩大格 真的很像Vanity Case 它的設計 但它有一個handle 它旁邊還有一些SIP Card的位置 有兩個SIP Card的位置 我通常不用這些SIP Card 另外那邊也是一樣 一個其實裝的容量 跟它原型的差不多 可能很方形 因為始終是方形的設計 比起圓形的包包 比較容易放到東西 到下一款包包 用這個盒子裝著 也是一些小一點的盒子 其實已經用了 所以絲帶已經沒有了 也是用這個黑色布袋 入住 猜不猜到呢 然後也是這樣的 其實也是圓形的包包 但這個是超Summer的顏色 超漂亮 超夢幻 就是這個淺藍色 再拼一個粉紅色 再拼一個綠色 超漂亮 超女性 這個款 是Cruise Collection的出品 而它是Caviar的質地 就是我最愛的皮 而且剛才這個 忘了跟你說 也是Caviar 跟我剛才第一個show的包包 也是一樣 圓形這款的包包 而它鍊的顏色是金色 但這個是shiny的金色 不是牙色 而後面是粉紅色 裡面的擺位其實也是一樣 中間這樣一大格 這樣 而旁邊有兩個sip card的位置 超可愛的這個 而且這個顏色也很紅 因為這個混合 擺出來拼出來也很漂亮 這個大盒一點 我不是太記得是什麼 但也是已經用了 看看 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記得了 這個 是一個款式 起初沒有打算買的 但真的很紅 在網絡上 這個是新的設計 它也有出過這款包包 但它的設計就是 這個 就是他們的杯 但他們有個名字 我不是太記得 我放在這裡 我忘記了它有個特別的名字 這個就是白色 Caviar 而且它有一點點亮的Caviar 因為有時候Caviar也有分 牙色一點 這個是亮一點的 再配一個金鏈 而這個金鏈比較 Rusty一點 不是太shiny的金鏈 這個看圖 其實也一般 但去到專門店看的時候 再揹上身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這個 就算我現在這樣看 也覺得形狀好像奇奇怪怪 但揹上身 也挺有趣 而且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好像塞多了東西 所以弄到這裡好像歪了一點 弄回去就可以了 這個新的尺寸 比它old medium那個 真的小很多 但也可以看到 它其實也是一樣的開 而它旁邊有一點不同 old medium沒有兩格分開 一大格 但後面也是一樣的 沒有pocket 什麼都沒有 好 打開裡面給你看看 就是他們這樣兩大格 但其實它擺東西方面 也不是擺很多 這個比較小 旁邊這裡有暗格 不要預算這個妝容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妝容的程度 好像等於chanel的mini 可能再小一點 因為它始終分開兩格 因為chanel mini是一大格 長方形 所以我覺得它擺東西方面 擺位不是太好 到下一款包包了 就是大盒一點的 看看這個是什麼 先來 就是用這個黑色的布袋 其實我已經猜到摸到什麼 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粉紅色 終於是淺粉紅色 這個其實我還沒揹 但我賣給我的 所以我想看看有沒有穿 有沒有爛 所以我已經開了絲帶 價錢牌還在 還沒拆 就是一個chanel coco handle的mini版 應該沒記錯的話 這個是他們最小的尺寸 他們叫mini 這個款其實我已經有淺黃色 其實我對chanel coco handle 這一款的包包 不是太大興趣 我還是比較喜歡他們的 classic flaps 但這個顏色真的太吸引了 這個粉紅色 就是barbie粉紅色 因為最近這一季 也是推出一些 好像剛才推出這些金隊的顏色 所以如果不買就沒有了 下一季要推出其他顏色 帶子是這樣 有肩膀位置 而且金色 不是shiny 而且coco handle 他們可以拆了這條鏈 但通常我比較喜歡 背上薄多一點 前面是這樣 而後面有一個小袋 可以放東西 而打開就是這樣 一打開裡面有兩格 但其實這裡是一大格 而這一格是小小的 再加上有一個拉鍊 這樣 這個妝位 擺東西 就好像他們的chanel mini 擺東西的程度 所有chanel coco handle的mini版 就是這個size 他們裡面不是皮 是一個cotton的質地 也配上他們的顏色 粉紅色 然後我也擁有 coco handle的 好像是 不知道是small還是medium 應該是small size 裡面是皮 對 而這個還沒用 很期待我去用 因為這個真的 好可愛 最後一款包包 就是這一大盒 我記得這個是什麼 也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顏色 超漂亮 這個 他還沒出的時候 我已經 preorder定了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就是這個 超漂亮 這個 其實跟這個拼色完全一樣 只是不同款式 就是fanity case 這個 就是fanity case的小尺寸 而他也是一樣 有CC在前面 拼色完全跟剛才那個一樣 旁邊是綠色 而後面是粉紅色 他的鏈是金鏈 但是shiny的金鏈 這個肩膀位置 是綠色 他有一個handle 其實我也蠻喜歡 chanel vanity case 這個款式的設計 因為我 雖然這個有handle 因為我 不太prefer coco handle 但這個 我覺得他是實用的 這個handle 不是太大 很瓦頂 而且我很喜歡 穿上薄 這些款式的包包 而且他有兩條拉鏈 就是 這樣的 一打開 還有兩大格 你看裡面 是粉紅色的 超漂亮 這樣的 中間有一條拉鏈 而旁邊也有一個暗格 有一個拉鏈 這個真的 我剛才提及過 這個 也是一打開兩大格 超漂亮 而且這個裝東西很好裝 裝到很多東西 因為看到它的尺寸 比起剛才我展示給你那些 包包也是大 而且相機 我小小的vlogging camera 我也裝到進去 而且這個真的很方便 有時候背上薄的時候 拿東西的時候超級方便 非常推介 而且他一直加價 這個跟他們的chanel flaps一樣 到這個開著的一件 其實是鞋 我已經穿了 所以我拿著它 就是這一款的波鞋 記不記得我上一條看影片 才說為什麼他們不出粉紅色 誰知道他真的出了 但一件事他不是皮 是一個類似繁布的質地 所以要小心一點 髒了不是太容易清潔 但他這個粉紅色真的很漂亮 是一個淺粉紅色 這款波鞋真的蠻好穿 因為我集齊了他們不同的顏色 也是浮誇一軸 這個 上一條看影片也有說過 他的鞋帶也是 旁邊這個chanel 後面也有一個chanel 這裡也有寫著chanel 但穿上腳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明顯 因為沒有人那麼清楚去看你的腳 不像衣服 包包那些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個款式 還有暫時我穿了一次 暫時沒有大礙 沒有髒 那些 我穿的尺寸是35號半 平時我穿36 所以如果想買這雙鞋的朋友 可能買小半個馬 或者去專門店試一試 因為很多時候 chanel的鞋款 通常都適合尺寸 但有時候波鞋 可能會小半個尺寸 甚至一個尺寸 都有機會 這個迷你的chanel haul 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在這條影片裡面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包包 鞋子或衣服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他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他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 小紅書 好 拜拜